至于台南市永康区这里的火警 则是因为气暴引起的 尤其是最近天气变得比较冷 洗衣服 红衣服更要注意 这一间自助投币洗衣店 发生气暴 当时瞬间冒出大火 四个顾客都分别烧烫伤 消防人员调查 依次是现场四肢的瓦斯钢瓶 连接使用的地方出了问题 才会导致漏气 而且这个现场警报器也都没有装 好几项的违规行为才会酿成意外 气暴当时的画面曝光相当吓人 剧烈爆炸冲击监视器拍下 瞬间画面满屋子烟雾粉尘弥漫 天花板全被震坏 急车停在门口等取餐 下一秒轰然巨响喷飞好几公尺远 画面相当触目惊心 全家电陷入火海 起舞点就位于台南永康之间 投币洗衣店 消防人员赶紧拉水线扑就 半小时内将火势控制 不过气暴威力造成四名顾客受伤 最严重的伤患 全身45%的2到3度烧烫伤 重回事发现场 洗衣店招牌被震落物品 东倒西歪一片狼藉 旁边的店家集民宅 玻璃被震得粉碎 可见当时爆炸威力有多猛烈 而酿起这起意外的原因 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 公轰衣机使用的瓦斯钢瓶 串接使用漏气 也没放置在空气流通处 初步研判为瓦斯气爆意外 详细气爆原因还有待火调科进一步调查 不过瓦斯摆制方式违规属实 也没有安装漏气警报器 让这间洗衣店暗藏危机 酿成大祸 华氏西红黄运富刘汉城 徐静一台南报道